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十几个武功门派的掌门穿着各种各样的传统服装就上论剑去了 比武去 不比武 我觉得是不是天山旅游的一个行动 所以也挺有意思 这纷纷就声明什么俄媒派的研究会 俄媒武术研究会说 还说怎么就出来个掌门呢 怎么我不知道 对 因为他这个其实有传统 因为有一些人说掌门都是属于武侠脚书的 其实不是 就是像武林大会 他其实是武侠脚书的模仿当时民国时候的一个很重大的事件 因为当时民国的时候 国民党一共办了三次两次国考 一次杭州的武林大会 他当时是分成对抗比赛 分成拳脚 然后分成长兵器对抗短兵器对抗 然后而且当时是要赔 要选出第一名 要成为国事的 因为以前韩信才能成为国事 国事无双 但就是因为竞争太激烈了 然后各邦派的 各邦派他其实都是地方的最大的乡绅 跟地方政府 然后推出一个武林人士去比的 所以最后到决赛的时候 咱们干脆就不要决赛了 地方利益集团摆破屏 对 这个广西跟陈陈摆破屏 那现在没有武术比赛的吗 现在都是套路表演 因为其实这个是民国之后 就是清政府推翻之后 因为清政府都觉得中国人弱 然后这个时候他要强国强主 所以其实建国之后 也曾经沿袭这个大会的形式 但是那个时候 咱们经过了八年的战争 中国人的战斗意识更强 就是中国人不单是武术对抗赛会死人 打那个拳击比赛 外国人没事 中国人一打就会死人 打拳击 所以就由对抗变成表演了 所以现在他属于全运会下面的项目吗 武术 武术是 但都是那个表演性的比赛 没有真的实战的 没有 没有 那么实际上能有实战价值吗 就是说现在最好的武术师 他们真能打吗 就是说真的有杀伤力吗 他杀伤力其实是很强的 因为等于现在呢 练武术的人呢 因为网络的原因啊 开始有些福音了 最近网上的福音呢 是把当年呢 大概是50年代 有一个杨氏太极拳呢 就是他支身到泰国去开拳馆 那个人呢 叫董虎岭 然后呢 他打的那个录像呢 当年是拍成电影了 拍电影成电影 但是一直作为秘传 我们都看不到 现在在网上公布开了 董虎岭呢 当时呢 就是在泰国的银行里边呢 用太极拳击败了两位太拳王 就是 而且你一看他打的那个太极拳呢 就就完全就像一个 一头老鹰在空中低悬的这种 这样的一个太极拳 那么像那些电影里反复出现的 比方说鹅梅派啊 少林派啊 跟一个西方的打拳击的这种人的打 那是实际上从来没有出现过 是吧 这都是电影里 不不不 他实际上是出现过的 包括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呢 那个清政府啊 他他因为当时不是山西的那个那个标局吗 他们山西的标局的标师都是很厉害的 然后就请了一个那个标局的这个老大吧 然后他本身也是乡绅 然后这个人呢 姓就都称他为车二先生 然后呢 他是那个在天津 就把他请到天津那去击败了日本天皇的运务士 然后呢 清政府呢 还专门给他立了一块碑 啊 就是给他立的算是武品军功 这这一场比武功 而且你看现在呢 这个以色列的特种部队啊 还有那个俄罗斯的可可博啊 他们训练的时候其实都是那个训练中国武术的项目啊 我有一个怎么说呢 失望 就是这个失望呢 就是武术大 这是什么 体育学院武术系毕业的一个武打的一个明星 他讲的啊 就跟咱们武术的这一套不一样了 他听了我说之后 他就说 他说实际上我跟你说 也没有这么悬的 就比如说体重 你一个体重200公斤的 你肯定打不过体重100公斤的 就在双方大体一样 100公斤打不过200公斤 对对对 100就是轻的 你轻量级的 你肯定打不过重量级 他说这是个很简单的这个这个这个道理 哎 你看他就是这么来理解这个问题的 对 但是如果练出穿透力就不一样了 就是如果你 你如果刚刚说体重去打 他有一个 但是如果练出穿透力呢 他就等于我拿着一个匕首 跟一个赤手共权的打 这就是老年人可以打年轻人 体重轻的 可以打体重 武侠小说里常常出现的这样的情节 那实际生活中 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出来表演吗 那李小龙就表演过呀 就是他表演的那个寸劲 他就是就是穿透力 你比如有人就说了 说是李小龙要是跟一个体重比 他大一倍的全机运动员打 他打人家一下没事 人家找他一下他受不了 不不不 他打别人一下 那个人就得趴下 因为他穿透力 直接一上来就就穿透他的内脏了 那就不 我一拳把你的肝打坏了 你还怎么跟我打 那现在有多少人能像他这么打拳 呃 起码我的演员 就是我拍过两部电影嘛 我的演员那个余成慧余余佬 他是可以的 呃就是因为他跟年轻的我们组里年轻的小伙子就是试过手 然后呢 然后呢 包括这个呃 因为穿透力他可以弄得很慢 然后放到我如果是很慢的放到你那儿稍微做一点力的话就年轻人就死就受不了 他那个力量就到里边 那这等于是有气功吗 呃 他是 你说气功也可以吧 说一种特殊的用力的方法也可以 对 你看 我觉得我们所理解的是一种 就是说好像物理学 就有有有的时候 其实全聚运动员也需要练这个 等于说你能不能把你这个体重 哦 优起来集中在拳头上 这么当然是有劲儿 对 但好像还不是你说的这种穿透力 呃 呃 他因为这个武术它是涉及到一些秘诀的东西 这个不能讲啊 然后但是我可以做一个比喻吧 因为但凡呢 学拳的人呢 老师要 要为你的一身考虑嘛 就是如果你落魄了怎么办 所以一般学拳的老师会交给你一些杂耍 就是说你没钱了 你可以到街头卖艺啊 然后你看学的一个最基本的杂耍呢 就是我拿手可以啪把一个砖砖头给打批断 对 哎 他这边其实有一个很巧妙的一个力学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所以他那个穿透力呢 你要练出特殊的肌肉啊跟韧带 但是呢 他他还是很科学的一个一个力学的方法啊 对 而且呢 就是这个批砖头的这个方法呀 那个如果这个学生 的领悟力好的话 他可以用到那个实战上 这里边是有他的力学道理的 但是呢 他是通过几代人这样揣摩出来的 他就必须得有得传给传人 那么从武术的发展来讲 现在只有表演没有实战 会不会长久会妨碍武术这么一个 他的实战的价值 他的 他的包括他的 人文跟艺术的传统 呃是 然后呃但是呢这个是指的在谱传的方面 嗯 然后在所有的那个真正的传人那儿呢 所谓传人 勾人那边就不断的 他是一定要实战的啊 然后而且呢实战是呃 但他们在什么场合来实战呢 呃其实就是在家里 那就是在家 私下私会 私下就不能有合法的一个场合来让他们 对对 你看包括真正的台积推手这个东西啊 他不是说咱俩这样 这么这样推呃 高高力学 他这台积推这个推手的那原理是什么 就是说 大家都是玩那个大杆子的人 玩两丈长的兵器的人 然后呢这个呃 你把我打败了也不好 我把你打败也不好 然后你到我家里来 咱俩啪这样一碰 其实那个劲儿都是大杆子的劲儿 是个两丈长的兵器的劲儿 然后啪一碰了之后 哦你的水平我知道了 我就啊 就是他他是他是这样的 会会会 也有伤人 对的如果控制不好就会伤人 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啪一下 呃光是手咱们碰完之后就不就不敢接着往下比 这五这也是五家小说常有的那个桥段 那就是有现实根据的 五家小说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吧 对面稍微懂文是不懂 这边已经知道 不在一个城市上 不能 不能 刚才张牙舞爪 现在知道不行了 对不对 谢谢 有了有了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喜欢笑 这不仅是对自己的犒赏 也是给别人最好的礼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明镜与点点栏目 尹松明 告武界 这个一看见徐老师就老想讲讲武功啊 其实人家是北京电影学院正经的老师 而且自己也拍电影 所以我说啊 其实可以讲讲现在的这个中国电影 最近我们老聊 你想最近我们聊这个这个小时代 我昨天晚上看了一下 看了一下 我真的有 我感觉啊 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差 这个小时代 咱就说去 你看那天我现在我提了个话题 我说咱们有没有冤枉 我批判小时代那集还没播呢 张艺龙对 好 我现在再说啊 也许过去我在没看的情况下 听他们很多骂成那样啊 我看了之后呢 我真的觉得还可以了 你作为一个就是青少年电影 对吧 其实有一件事 我挺不同意 就是他们老说这个郭敬明啊 特别这个浮华 好像特别虚啊 其实我自己的感觉啊 他很真实 他反映的这种小女孩啊 很真实 我敢肯定啊 就是就这个小女孩 就爱看这个电影 因为就是小女孩聊天的内容 小女孩啊 就是谈恋爱就是互相吃醋 对吧 他很真实 你可以说他不深刻 不高 但是太真实了 你想 而且他提出的这个概念 就说 这个 在无边的这个黑暗当中 我们每个人 就是个小小的星辰 一个小小的感动 你比如说对于高中生来说 也许姐妹们一块 为了一个比赛 大家出了把力 那种友谊 那种或者为了谁的男朋友 大家互相帮扶了一下 他们的生活可不就是这个吗 你还 那吃着脚从高速公路奔下来 那是没吃过脚的人才编出来的桥段 你要吃着脚去奔一下看看 那几个小妞儿 开玩笑的真实个鬼啊 我跟你讲 你那是他想象的浪漫 那这种浪漫 但他自己要脱了鞋 在高速公路去搬一圈 他就知道了 那我觉得你这个 用来对这个郭敬明的这个要求啊 是有点这个老人要求小孩了 就是大家啊 是因为先不喜欢郭敬明 以及他的小说 以及他代表的东西 所以把这些东西啊 全放到一个电影里来 不是 他的电影浅薄 这个大家都公认 但是比较可怕的是 这个浅薄真的真实 就是你周围生活当中的人 真的这样浅薄 这个才可怕的不是他的电影 可怕的这样的电影 还真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 这才是大家比较不舒服的地方 真的就像里面 所以我说的很真实啊 在这个意义上很真实啊 他拍出来就是这种小女孩的梦啊 包括这个郭敬明 这是他能想象的最好的世界了 而且还有自恋吧 所有的男女人都搞得跟他自己一样 是 有点那么个劲 他个子高一点 他是有个自我表达 所以其实他不是骗钱 他有他的诚意 自恋也是诚意 我最佩服他的就是一个镜头 整个小时代 就他最后出现 无数的服装广告 全部出现在一个屏幕上 赞助 我就说 不得了啊 这么多的品牌都在赞助 对啊 他拍出了他的 你想1942能找什么品牌赞助啊 对不对 他完全没办法 他真的有赞助 你武侠片你也找不到这么多人 我觉得类型 电影的类型真的很不一样 你不能拿郭敬明的电影当成 他也是一种类型 不是 咱们这个电影学院老师不说话 咱俩没完没了 你最近啊 这个确实我就从 为什么提小时代呢 因为大家老在说啊 现在出来了一种叫做什么烂片消费学 就是说为什么现在中国那么多的烂片 甚至啊有数据表明 就是说公认的最烂的最雷的那个电视剧 可是为什么索福瑞公司出来调查结果啊 都是高手势 对这种现象你你你怎么理解 这个 因为现在这个不单是中国啊 就是全世界的这个电影呢 它都是处在一个没有 没有没有正餐的一个时代啊 你看包括咱们非常热衷的 就是拿价值观啊 拿这个时代的问题啊 来评论这个小时代 但是可能小时代呢 放到国际影坛上边 人家一看呢 就说啊 这就是一个小牛的电影 小女孩的电影 对就是他他他其实就是属于是属于是那个一个电影文化里边的一个配餐呀什么啊 就是年轻人看了 不不不不 美国的大西洋杂志评论 他说这个畸形的中国梦 我认为我跟你讲 我我看了小时代之后 我必须说 我认为大西洋杂志的这个报道啊 严重了 是吧 太严重了 就是说这个这个说话的那个严呢 严重了 就有点 甚至我就觉得我怀疑这个记者是个什么人 就是上纲上线了 是个女的 太上纲上线了 对 因为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在电影学院 我当时学电影的时候 学完之后呢 现在实验来 实践来拍摄电影 然后也是有巨大的一个惶恐 因为呢 现在那个电影呢 跟我们学的那个完全不一样 对 他就是他是另外一种 你看就是如果拿那个打保龄球来做比喻吧 最初的打保龄球 就只要你你把那个直线对准了 打中间那个一个直线扔过去 六个球就下去 对 但是呢 你打了深了之后 你肯定不满足于这个 你一定说 我不打一个直线 我打一个弧线 然后呢 这个球是螺旋的 我是通过螺旋力把这个 把这个都给打倒 这是玩保龄球的乐趣 其实我们当时受的那个电影观念呢 都是要我们打这个弧线 叙事艺术呢 是是折射的艺术 然后现在呢 变成什么东西都要直讲 然后呢 这个叙事艺术电影啊 小说 它其实都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逻辑的艺术 就是而是一个诗意的 意会的 但是现在呢 你看所有的剧组 一开始讨论本质 都是说逻辑怎么怎么样 对对对 所以它是 你学的是打弧线 然后但是时代要求你打直线 就是学的是太极推手 但时代要求拳击 时代是还要先听制片人 制片人钱从哪里来 投资多少钱 怎么能拿回来 所以他们现在关心的 不是把那个六个保龄球打下去 而是关心的这个球 本身是金子做的 这个不是木头做的 打出去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用这样的来宣传 对对对 但是整个电影工业 对对对 然后你看像这个学术重点 就又又开始转移了 你看我们上学的时候 包括老师对我们那种要求 它其实是一个参务式的那种学习 就是所有学艺术都是参务式的 然后当然说这个电影 电影的艺术是空间的艺术 然后呢 你就要通过人物的情感 跟那个人物关系的变化 你要通过空间的变化来表达出来 这个其实是挺难的 一般来说是学生到三年级 可能能够悟到这种东西 然后我当时比较迟钝 然后就是悟的比较慢 感觉不好 但是后来等我悟到了之后发现 这个算是最高的一个学术重点 然后呢 在当代都被清处理了 这个时代已经不要求构图 不要求这个空间变化 你只要有这个鲜明的形象的累积 或者一个很快的简洁节奏 你就可以成立了 对啊 片场的排期 视听盛宴 好好跟陈凯歌切磋一下 像是我在台湾 他们讲这个就是那个叫什么青春 有个青春 九把刀拍的那个 他很多他老导演也会觉得 就算时代改了 说这个片子 他也觉得没有什么不好 那些年追过的女孩 那些年追过的女孩 他会觉得就是说 原来拍电影也可以很简单 就是只给让 那个电影倒还挺朴素 对啊 挺朴素 你要说挑剔 我就跟小时代一样 你说你挑剔他的技巧啊 电影艺术啊等等 就不就不必说 你知道吗 他好像不是说这个 但是呢 人们欢迎他 也有了另一种欢迎的理由 这跟以前我们一直 多年钻研的 有不一样 九把刀呢 他的网络那么出名的作家 可是他那个电影呢 异常朴素 对 所以他那个电影 其实才是真正的商业片 和大众电影 对啊 因为我们概念里的商业片 和大众电影啊 不是商业包装 或者是商业元素 而是说你一下 契合了这个时候的 一个大众心理 对 大家有共鸣 对 最大的商业是 大家有共鸣 对 但是现在的好多商业片 都是把它做成一场热闹 对 做成一场秀 而他那个是一场回忆 所以 所以是情况是不一样的 对 对对 现在这都跟弄的 都跟一个晚会似的 有点那样 都跟时装秀一样 哎 枪枪三人行 广告我之后见 地球上 又难以抵达的四大基地 还有每个星都在追寻的 第五集 欢乐集 北北二十路 关门湖海口 国际度假区 世界的欢乐集 为您提供全球名酒珍品 华智酒行 尽受珍酒 中华一脉 自然出众 阿里山 你看对票房 这就是什么西游降魔片 北京遇上西雅图 什么至青春小时代 就说中国现在 一步一步过亿 甚至过十亿的 这样的电影 这些对你们的电影人 带来什么冲击 就是让我们在制片方面前 更无力 因为中国 就是环境 他有一个 也等于以前的中国人 他办一个事情 几个人谈得特别好 其实是大家在 磨合一个分寸 就是一起办事的一个分寸 其实中国人 是以前传统的 他是特别讲逻辑的 一个中国人 你像一个礼教的国家 他就是一个逻辑训练 然后在办事 然后说话 一个身份很低的 卖可白鼠的人 我可以批评富甲 或者批评高官 我一定要讲出理来 但是后来 在我们小的时候 我出生之后 黄金时代 大概到了80年代之后 然后开始 觉得用愤怒 来取代逻辑 就是说什么事情 我急了 这事就可以办 就是说我 他就取代了讨论 身高就是有理 对 所以 因为我一直在思考 就是说 你看包括在美国 他发明了电影之后 他其实用了十几年 就开始出现 最卖座的是一个国家的诞生 他开始从最粗糙的那种电影 然后有身份的人都不会去电影院的情况 他一下变成一个有品位的 大家可以看的一个电影 他们就用了十年的时间 然后我们现在改革开放 开始尝试拍商业片 我们用了30年的时间 但是为什么是现在这样一个局面 你照理来说 它不应该是中国人种 这个民族出现的情况 因为以前都是外来文化来了之后 都非常喜欢中国 你看没有 禅宗来了 一看 有大正气象 别的就不传了 传禅宗 就是说你这个地方是有基础的 包括一些西洋绘画来 而现在我们接受商业片 好像我们是完全没有任何基础的一群人 然后我们从最低端的东西发展 而且时间还很长 对 其实钱越赚越多 方向就完全 彻底没毛 就是好像对 跟以前历次的这个佛学传到中国的这种 跟本土的结合相比 现在就有点 我们自己没有 不过制作人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我们要影片多次 不过异 这是最厉害 你觉得这个抢钱的时代 现在就是抢钱的